他们家菜单上是没有这个土豆炖大鹅的 摄影小妹吃了好多 我们录了这么多期节目 摄影小妹就突然跟你说 哎呀 这个好吃的菜 太阳探店求您点赞 今天我们来的这只宋家庄顺八条的元祥盛东北菜 是一个在北京开了十多年的东北菜馆 然后呢 巨便宜 我觉得已经便宜到令人发指了 每一个菜像这个大拉瓶是24块钱 贴饼子12块钱 基本上很多菜都二三十块钱三四十块钱 对吧 然后呢 最贵的就是这个锅 这是我过年之前跟小伙伴吃饭的时候来过一次了 它这个土豆炖大鹅味道特别好 但是这个呢 就相对来说比较贵 我都不知道多少钱嘛 我就直接点了 点了以后刚才问二百八十八 然后我就跟人说 我说 哇 这东西好贵 然后人说八斤鹅二百八十八还要怎 后来我一想八斤鹅二百多块钱 其实也还算不错 而且主要它这个土豆炖大鹅味道特别好 所以我就是又来了一次就给你们推荐一下 然后呢 除了这个呢 本来还约了小伙伴 但是小伙伴不来了 所以今天我跟盛阳小妹任务兼具 我们两个就想着怎么把这八斤鹅跟土豆跟宽粉 还有这12个贴饼子打包回家 妇女主任送秋波 我觉得这个看着还颜色还真棒 菠菜炒鸡蛋还有木耳 然后还有点虾仁 除了菠菜炒鸡蛋的味儿 好像还放了点什么酱 吃起来有点淡淡的酱香味 然后还有虾的香味 我们这次来除了这个鹅 其他东西点的跟上次都不一样 当然都挺好吃的 东北大拉皮 上面有两条肉丝 拌一拌 就这个饭馆的菜量都超大 我看每个桌肉巨大个的盘 还有巨大个的盘 在录节目的同时 神像小妹一直在偷吃 我觉得那盘菠菜可能真的味道不错 好吃 深浸口的麻酱配上各种蔬菜 好吃 这一条鲁鱼可够个的 这个应该是他们家第二个柜的菜 看这条鱼可不小 但其实底下都是菜 感觉是油泼面的做法 相对来说 这个就比较一般 没有铁锅炖大鹅那么精硬 哇 这一锅八斤鹅 这大块 看着好爽 这个味绝了 我觉得他们家这鹅超级好吃 这肯定是鹅腿啊 就在这锅汤 我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但是整体这个味道非常浓 浓香味很足 然后炖的这个鹅肉 也是特别香 这比山姆那个可吃 山姆那个198 是1.5公斤鹅肉 这是288斤鹅肉 本身这个鹅肉就已经炖的非常进味了 然后炖的时间也长 鹅肉很嫩 然后吸满了这个汤汁 加上这个鹅肉的皮的这种脆劲 我没有在东北吃过铁锅炖大鹅 但我一直知道有这道名菜 等我下回回本夕的时候尝尝 就是铁锅炖大鹅也有两种 一种是用酸菜炖 一种是用土豆炖 我们选的是用土豆炖的 因为其实上次我没吃就是用土豆炖的 我对这个土豆感觉非常棒 就是它这个土豆 你看这个颜色就已经知道 这土豆已经炖的非常烂火了 而且吸满了这个鹅肉的肉汤 一入口就是这种肉汤的香味 然后加上软糯的土豆 我们已经吃完了 其实根本就没有吃多少 鸡本都打包了 因为它这量非常大 而且非常实惠 我觉得服务真的特别好 就是它给你打包的时候 每一个和尚都给你铲保银膜 就怕你的汤什么漏了 总评一下 我们其实就点了四个菜 鹅然后拉皮鱼跟妇女主任送秋波 这个菠菜叫做妇女主任送秋波 然后呢除了这个鱼 我觉得别的都好吃 这个鱼呢相对来说比较一般 而且还有鱼鳞 所以你们不用点这个鱼 就520块钱贵不贵呢贵 但是其实这一锅鹅是四到六人份 我们今天是约了小伙伴 但是被小伙伴给晃点了 你知道吧 所以没来 我们这这两天就只能接着吃它了 特别提醒一下啊 他们家菜单上是没有这个土豆炖大鹅的 就是因为它只是冬天买 等到春暖花开以后就不卖了 因为也没人吃了 我刚才问了服务员 他们这个铁锅炖大鹅大概会卖到四月份 就是如果你想吃就来 然后来了直接找服务员点一下 就菜单上是没有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普通饭馆里的隐藏菜单 还真是不错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它不写在菜单里 这要不是小伙伴带我们来吃我都不知道这有铁锅炖大鹅 摄影小妹吃了好多 我真的觉得我们录了这么多期节目 很少有这种录到一半 摄影小妹就突然跟你说 哎呀 这个好吃的菜很少 但是这个铁锅炖大鹅确实不错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太阳探店 北京探店哪家强 良心推荐许太阳 拜拜 记得点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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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